哈喽大家好 我是编辑严芳成 今天呢来给大家体验的是 零跑C01增程版 那说到增程混动呢 这两年也是非常的流行 那这一台零跑C01增程版 它很大的一个特点在于 它有着超长的纯电续航能力 在CRTC供逛下呢 这台车拥有316公里的纯电续航能力 这主要得益于 它搭载了一块43.6度的超大的电池组 现在呢我们打开它的引擎盖 我可以看到它车头相较于纯电版车型的 多了一台增程器 之前呢零宝C11也有增程版车型 但是那台车搭载的是一台 中国消费者不太喜欢的三缸发动机 那OK现在在C01上 它换成了我们中国消费者 喜闻乐见的1.5升四缸发动机 并且呢这台发动机的代号是HR15 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有一些耳熟 没错就是问界上那台1.5T 去掉涡轮增压器之后的产物 那由于采用了这个自然吸气 然后它还是一个阿特金森循环的发动机 它的最大功率呢是70千瓦 听到这个参数呢 大家可能觉得稍微有点小 不过呢也没有关系 毕竟呢这是一台增程车 这台发动机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发电 由于有了发动机的加入呢 这台车的外观也有了一些改动 最显著的我们比如看它的车头 中间多了一块这种镂空的进气格栅 主要是为了方便发动机的散热 那来到侧面呢 依旧是这个非常修长的车身 加上很长的轴距 那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什么呢 它的左后方多了一个燃油的加注口 就我了解呢这台车的在满油满电的状态下呢 它应该是能实现一个1200多公里的综合续航 那来到尾部呢 其实就没有太多变化了 排气采用了完全隐藏式的设计 即便是蹲下来呢 也很难发现 现在我们去车内摞椅 可以发现啊 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还有无边框的车门 在增程板上也得到的保留 还是非常帅的 内饰的用料 整体的布局和纯电板 甚至没有任何区别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车型采用了这种类似于干方皮的材质 整车的座椅啊 包括说中央通道 门的内饰板 中整台上采用了大量这种触感 非常出色的皮质 所以说整台车 它的内饰氛围和内台纯电一样 都是非常高档 非常具有质感的 那关于这块呢 我其实没有太多吐槽的地方 唯一让我很不满意的就是 好歹是一个中大型轿车吧 然后内饰这么高级 但是这个方向板还是只有一个上下调节 这有点说不过去了 内饰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三块屏幕 然后它的车机系统 车能坐舱的系统是零跑的OS 3.0 然后语音控制是科大区费的3.5 芯片采用的是高通骁龙的8155 整体的硬件规格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非常的主流 然后这个屏幕的素质 我觉得也非常不错 然后功能方面嘛 大家也不用担心 除了常规的多媒体之外 它有非常豐富的应用生态 然后甚至有这种小程序 那如果吹毛秋思的话 让我挑两个缺点 我觉得有两点 首先呢 就是这三块屏幕的边框 我觉得可以进一步舒展 那在具体的体验上呢 就是它的操控流畅度 不算特别的极致 包括应用的载入速度 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还是有一定优化空间的 动力方面呢 它搭载了一台 位于后桥的200千瓦 最大功率的动力电机 和纯电动 后续版的配置是一样的 然后具体的动力储备呢 我在上午进行了一个 简单的加速测试 0到100公里呢 它的加速成绩是8秒 其实比那个纯电版 要稍微慢一些 但结合它的定位 包括说售价来看 这样的动力储备 是完全OK的 然后在来的路上 我也在高速上跑了一下 它基本这台车在110 120区再加速的话 它后段动力的延展性 也还是不错的 去超车也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动力呢 是一个不用疑虑的点 至于说具体的形式品质呢 它其实和大家接触到的 纯电动车就是完全一致的 它开起来的动力感 就是一台纯电动车 这个电机的扭矩响应快嘛 然后松出也很线性 那在底盘悬架这一块呢 它硬件上的规格是足够高的 然后呢 整体的调性 还是以营造质感 和底盘的厚重感为主 上午呢 活动方也准备了 连续电波路面 以及说连续通过减速带的一些 科目试驾 从这个场地的表现来看呢 它的舒适性和质感是值得肯定的 唯独我感觉跟之前那个纯电板 有一些小差异的地方在于 它的前桥在一较快的速度 通过减速带的时候 稍微会有一些多余的震动 不过对它的整体的这种调性 不会有太多负面影响 至于说整体的操控风格吧 我觉得还OK 开前是比较灵活的 别看它车身这么大 都长度超过了五米 因为它是一个后驱的布局吧 所以说这个整个转向的指向性 包括车头的响应性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早上拿到这台车头的时候呢 是一个满电状态 然后它的工作逻辑 在燃油优先的模式下 这个电池电量也要跌到70%以下 增程器才有可达工作 所以呢 我开了一上午 我现在正在等它的电量 继续往下调 我开了整整80公里 才把这台车从满电 开到了70%以下 现在显示的电量呢 是64% 其实理论上说 这台车在70%以下 燃油优先模式 它的增程器就会介入 但是我真的一直不敢确定 它到底竟没介入 无论是通过声音 还是通过放弹台上的振动 我都不敢确定 它的增程器是否工作 最终确定的方式 是我看到它的这个能耗信息上 开始有了油耗显示 并且呢 通过观察这个电流的一个状态 我才判断出来 它的增程器是介入了 厂家在介绍这款车的时候 其实宣称了 这台车是一个无感介入 那从我的实际体验来看 那完完全全是做到了 相对于市面上 其他的增程混动车而言呢 这台零宝C001增程板 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它超长的纯电续航能力 300多公里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那一般在售的这种增程混动呢 都是100多公里到200多公里 这样的一个水准 如果说用户家里没有固定充电桩 想要获得一个纯电版的用车体验 和用车成本的话 那基本要三天两头就要去外面充电 C01增程板就不用这么麻烦 它可以做到一周左右的时间 再去外面充一次电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说用户想开始它去长途自驾 或者说来到北方很寒冷的冬季的话 那它也没有任何续航焦虑 以上呢 就是这一次关于这台车的一个 简单的试驾内容了 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想接到这一台车 去测一下它的亏点油泡 好 感谢大家收看